世人 愚痴贪爱 不知道世间万物 都世 幻梦空话 无悔谁有 而不知无常迅速 不能拥抱 生世 愚亲爱 死的时候愚苦伤 佛说这些话 我们体会得非常亲切 为什么遭遇过的 愚实情爱的人 愚悲伤 那 说佛了 尤其是出家了 最亲爱的是老四 老四把佛法传给我们 教导我们 我们继续努力再修训 老四的愿望 是希望我们能超过他 就如同父母 总希望儿女的成就能够超过他这代 那这个家庭有光啊 众生有福啊 可是 可是到我们今天这代 问题出来了 啊 孝顺的儿女啊 看不到我 看不到我 无腻的子女啊 到处都是 那这是什么原因 那这是什么原因 我 儿女的 儿女是债啊 啊 寿爷 这老和尚的光明讲堂 大概我十年没进去过了 就在南大陆 就在南大陆 1977年 我在那边讲经 讲了两个月 啊 方丈火上 往生了 后面新的我都不认识了 啊 老朋友都不在了 这三十多年了 这三十多年了 啊 当时这些人年龄跟我们都差不多 啊 相差也只一年岁 现在这些人都不在了 讲堂还在 我相信那幅对联也还在 我记得很清楚 上年写的 寿爷老和尚自己写的 说 夫妻是云 有善云有卧云 云云相报 儿女是债 有讨债有还债 无债不来 这都佛法里 把这关系倒破了 啊 希望大家能求 我记得很高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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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得很高兴